而可爱教主杨成林 他为星系天空之城 到了云南去取景 而且还说 当地实在是太美了 就算是蚊子咬得满腿 都是红豆冰 也是心甘情愿 有限消失的彩虹 在生命的尽头 才是最美 可爱教主杨成林 远赴云南拍摄星系天空之城 第一次到内地就遇到了尴尬市 因为西装版纳那边就是很漂亮 然后它的自然都还没有被破坏 在那边上厕所 会的确比较不方便 然后一定会坦诚相见 除了要忍受上厕所不便 当地的蚊子更是他的噩梦 其实我本来一向就是 在蚊子界非常的受欢迎 然后去了西装版纳 这种大自然的地方 蚊子一定也喜欢 所以我在那边的红豆冰 就是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不过拍戏长穿绯闻的他 这回终于摆脱发电机的称号 反倒为男主角朱孝天 和同系的大陆女艺人 李彬彬的绯闻当起了发言人 因为我觉得其实没什么 反正就是他们都是大人 会处理自己的感情事 听起来没有否认 但拍戏传出绯闻的戏码 一再上演 到底是真是假 也只有当事人自己 才最清楚了 东西新闻 师傅 陈恩泰 台北报导